請你幫我這樣過 寫功課不專心 媽媽差點崩潰 她寫功課 在學校老師說寫30分鐘 一定寫得完 下課時間會寫完 然後可是她回到家裡面 就寫三個小時 因為她就是 我要喝釀 我要吃飯 對 我要 我都吃過了 我肚子又餓了 她就跟你搞這一套 然後就搞三個小時 我都快哭了 活動力旺盛 到哪裡都是遊樂園 我有一次坐高鐵 有一個小孩 我真的當場好想把她揪下來 妳知道嗎 她從高鐵 從她媽媽他們坐的那個位置 一路當蜘蛛人 攀爬到後面的位置 繼續攀爬過去耶 這樣妳看 她就從我的邊邊這樣 登... 就爬過去耶 媽媽就沒有用 沒有辦法叫她們用 媽媽的氣急 不然她反正一直在她座位上 就一直扭動 然後媽媽弄... 後來就開始爬 一直爬... 在學校超乖巧 看到家長人來瘋 我女兒在學校啊 我每次在旁邊這樣偷看 她去接她的時候 我就想說好假的 真的有時候去 稍微求證一下 學校的狀態很有玩意 而且要保持一點距離 你先不能讓她發現 對 對 然後你就發現 她變了個人 然後她看到你啊 你說去洗手她就來了 又來了 小孩動不動就失控 是太活潑還是太過動 解決過動問題有方法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所以今天我們三位最優質的媽媽 我們來好好的看看 她心臟強不強 你們有沒有遇到那個孩子 那個一動起來 精采往生到很頭痛 然後快撩狗那個狀況 什麼就快撩狗 就是每天在撩狗 就是每天在撩狗 然後快撩狗 不好意思 那是我問的嗎 因為我跟我老公 都想要生女兒嘛 然後因為我老公 對女兒有太多的遐想 他就覺得說女兒就是很乖 然後很休息 對 然後保護他會撒嬌 結果我們家第一胎生了以後啊 然後等他開始會爬來爬去以後 我老公就覺得 怎麼好像跟他想像的很不一樣 就每天都猴子一樣 你知道嗎 爬上爬下爬上爬下 而且他不是爬沙發而已 他就是走那個沙發椅背 然後就是玩平衡 手還穿起來這樣 前面滾過來滾過去的 然後生的第二胎更早 發育得更早 因為他看姐姐嘛對不對 以前老大沒有人示範 是自己摸索 現在看姐姐玩 他根本不到他的年齡該玩的 也跟著努力在爬 要爬上那個巔峰 那我老公常常就很感嘆 就坐在那邊說 我不是想要生女兒嗎 怎麼生了兩隻猴子 對 你要跟妳老公說猴子有母的啊 對 就很悶你知道嗎 是啊 那我每次這樣看他 其實我們也都會很擔心啊 像老人家 老人家就真的很認真的跟我講說 他會不會是過動啊 然後他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一個小女生這樣 就是路也不好好走 很奇怪啊 爬也就算了對不對 平常在外面走路啊 如果你跟他牽手 因為你一定要牽著他 眠過嘛 很奇怪啊 牽手走路他就不好好走 明明已經在動了對不對 他就一定要這樣 真的嗎 他扭動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這樣 突然就是要跳 對 就很奇怪 就已經在動了 你就不能拿他就飛 你要這樣 好險 你真的演得太像了 真的 然後你都想要 我很想優雅 我告訴自己說 我要當優雅人嗎 可是我通常在街上 都是狼狽的 對 好險 我跟你講 好險你老公牽女兒之後 來...拜託 你老公 還好你女兒 會耶 他跟他爸爸還玩這樣 那就真的是母猴子了 真的很討厭耶 那就很恐怖了 對 然後老人家都會說 這是不是過動啊 幹嘛的 那家姐咧 我們家那兩個啊 也是眼睛一張開 就開始拿那個指卷 就開始 真的啊 真的啊 很乖耶 沒有 在家是鬧翻的 然後也是跳沙發 然後像我女兒跳沙發 跳到就是那個 從沙發這樣掉下來 然後頭撞到以後 好像那個眼睛都冒星星了 可是過一下喔 他又開始 開始跳 他忘了 然後忘記很快 你知道嗎 我想說很痛吧 然後像我兒子 現在小一啊 他就是也是很好動 然後假日一定都是要出去 然後不出去 你晚上他就會抓到 他就會 蛤... 你就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這樣子 他說不要這樣子 然後他寫功課 在學校老師說寫三十分鐘 一定寫得完 下課時間會寫完 然後可是他回到家裡面 就寫三個小時 而且我都在他旁邊喔 然後你教他 可能這一筆是撇 然後他下面就給你寫 只是一點或怎麼樣 我就說媽媽已經教過你了 然後你就要幫他一個字 插二十遍 然後我就說已經教過你 因為他就是 我要尿尿 我要吃飯 對 我要 我說吃過了 我肚子又餓了 他就跟你搞這一套 然後就搞三個小時 我都快哭了 因為你知道七點做到十點 我什麼事都不能做 不能洗碗不能看電視 會不會 會不會你孩子只是為了把你支開 叫你不要坐在旁邊 沒有 他要我在 我在現場 他要喔 對 他要 他要我陪他 所以在拖延你的時間 對 然後也拖延他自己的時間 我們不能九點準時睡覺 就很頭痛 愛綺呢 愛綺呢 我兒子現在四歲 最恐怖了好不好 沒錯 那早上起來就像上了發條一樣 就開始動了喔 然後我們家已經夠多人陪他完了 阿公阿嬤我還有我老公 然後我妹妹五六個人喔 然後每一個人跟他玩了一輪喔 都累翻了 我們都已經快累死了 就阿公完了 阿公說阿嬤完了阿嬤 阿嬤阿姨阿姨 都已經輪不到多少人了 奇怪他還是一樣在那裡這樣子 很精神好 下一個是誰 誰要跟我玩 歡迎來挑戰 他打零排賽喔 對啊 好可怕喔 到晚上好不容易想說 睡覺時間到了 不是以為他很累喔 沒有 他開始呢 我們家的床很大 他開始跳跳跳跳 然後最誇張 現在可以從那個床頭 從上面這樣 這樣跳下來 直直的跳下來喔 而且他跳不只跳一次 我最起碼算過 因為我沒有用那個iPad 把它拍下來 他最起碼跳了 跳了大概三十次 他還不累喔 跟他講說你可以睡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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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要不要不要 他繼續爬 自己又這樣跳下來 然後一直到最後一刻喔 就是躺下來 趴下去之後 然後欸 不動了 不動了 一秒鐘睡著 一秒鐘睡著 都是這樣 好可怕喔 對啊 然後就沒有電了 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我就很希望 他永遠都不要起了 不是啦 睡得久一點 久一點 對啊 有時候真的很想把他敲翻 可能很恐怖 可是你們這都在家裡 你剛才說那個在家裡爬沙發 我印象好深刻 我有一次坐高鐵 有一個小孩 我真的當場好想把他揪下來 你知道嗎 他在高鐵還在繼續玩那個 走沙發邊緣的遊戲 他從高鐵 從他媽媽他們坐的那個位置 一路當蜘蛛人攀爬到後面的位置 繼續攀爬過去耶 然後全車的人都會看著說 怎麼這個孩子這樣 你看他就從我的邊邊這樣 登登登登登 就爬過去耶 媽媽就沒有用 好特別的景觀喔 沒有辦法加上沒有用 媽媽氣急半 因為他本來一直在他座位上 就一直扭動 然後媽媽弄... 後來就開始爬 一直爬... 這是他的素材意 這怎麼是耗動還過動啊 這個他可能已經開始 發展未來的主義了 蜘蛛人清洗行業 要拯救世界嗎 對啊 這個很特別喔 但是請問一下 自己觀察小孩 你認為過動還耗動 我老公其實 因為外國小孩 有很多那種就是什麼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對不對 他就一直懷疑說 我兒子是不是有過動 所以他就特別這樣子邀請了 他小... 就是他朋友的小孩 兩個也是小男生 到我們家來住 住了一天之後 發現說 我兒子不是... 也是想叫媽媽 你知道嗎 好可怕喔 對啊 那兩個小孩更誇張 這是比我兒子更誇張 那我老公 我確定我兒子不是過動的人 那你小孩借來我家 然後我給你叫一下 我兒子 可以試試看 對不對 梁醫師 過動跟耗動 到底差異點在哪兒 有沒有辦法自我來分辨一下 好 所以辛苦的爸爸媽媽這樣子 剛才聽你們這樣講 你就知道說 我們在門診外面 多精彩這樣子 蜘蛛人 鯨鼎電池 都在那個地方這樣子 對 這樣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講一下 什麼是耗動 什麼是過動 大家可以從下面幾點來區分這樣子 所以一樣喔 有些孩子活動量很高 但是呢 他在分心以後 他是可以到自己的工作這樣子 那但是過動呢 他有一部分在各個地方 各個情況下 大家分心以後 混就不知道到哪個地方去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有一部分呢 他們的情形 可能會受場合而限制 就像你剛才講的 在學校都很乖 在家裡完全變一個樣 好動的孩子 他可能會因場合而不一樣 可是我們過動的孩子 不管在哪個地方 就是很多人來風的情形 所以高鐵的蜘蛛人 就是有可能的 就是 對 好 那第三個有一部分 你會發現有時候孩子 他其實有興趣的東西 他就很專心 對 可是呢 這個是一般的孩子 可是呢 有些孩子呢 其實很有興趣的時候 在打電動 一邊動一邊這樣子 手動來動去的 然後呢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 那另外一部分呢 你會發現到說 有些好動的孩子 他可能是因為很有動機 他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過動的孩子 你會看到無時無刻 就是動來動去 做也沒做像 這樣的情況 連坐個馬桶 都還要腳動來動去 這樣的情形 那另外一部分呢 有些孩子 好動的孩子 其實你在做了一些管教 或者是說呢 教養上面做改變 其實有改變 可是我們很多過動的孩子 媽媽說我已經覺得 快要變瘋婆子了 或者軍事化的管理 可是一樣 媽媽和爸爸會很挫折 他們覺得我盡力了 可是還是一樣 非常的活動量很高 我覺得這是這中間的差別 這樣子 是 那這樣經過簡單的分辨之後 我發現你們的觀察 其實他應該算正確喔 正確...對不對 我女兒在學校啊 文靜型的 我也每次在旁邊這樣偷看她 去接她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假 好假 你停下來 就是... 在學校是文靜的猴子 就是比較... 比較內斂一點點 比較是觀察型的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去 稍微求證一下 學校的狀態很有環境 而且要保持一點距離 你先不能讓他發現 對... 他就發現他變了個人 然後看到你啊 你說去洗手他就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而且有時候這種行為 特別看到父母 最罪了 沒錯 像有時候我曾經一度懷疑我兒子 到底有沒有什麼過動之類的 我說 Kink 爸爸要出門上班囉 你在家裡乖喔 好...爸爸OK... 然後我就按電梯了 電梯打開 然後我正打開要關的時候 你就看我兒子衝出來 在電梯門口 爸爸 爸爸... 你幹嘛 爸爸... 早點回來喔 怎麼了 我說你累不累啊 能量好高喔 我說很累耶 然後電梯門關起來了 我...好熱 我家住十九樓嘛 電梯到了十五樓了 我還可以聽到十九樓的電梯 他說... 我說... 我就一度很擔心 後來我們就找學校老師 稍微了解一下 老師他的學校會不會很調皮啊 測試一下 他的學校很乖 幾乎是模範是很主動幫忙 對 放心 通常都會這樣喔 像我也會擔心我那個小的 是不是有點太過動 結果老師也說還好啊 他在班上的專注力算是中等 還可以 所以像這樣子 到底是因為現在資訊發達 所以有所謂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這樣問題比較多 還是怎麼樣一個因素 因為我發現我身邊很多朋友 也會偶爾就聽到幾個說 他的小孩好像過動 還甚至吃藥 所以他是一個病嘛 對不對 對 他其實是一個生理性的疾病 我們講是生理性喔 所以不是父母管教的問題 或是環境 但環境會佔一些因素 所以我們要先講到 什麼叫做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情況 第一個 他可能要有注意力不足 那常見的就是變成說很分心 忘東忘西 你交代他一下子就忘記了 掉東掉西的這樣情況 另外一部分呢 可能很常見在寫作業 就是呢 十個字要寫一個小時 就是很慢的情況這樣子 那三十分鐘的作業 寫三個鐘頭這個時候 是非常常見的喔 很常見 對 你知道嗎 寫到媽媽都快瘋了 他只有六行耶 對 只有六行 六十個字寫三個小時 真的很久耶 他真的就是寫一個字 就是休息一下發一下呆 然後跟妳看看妳 然後跟妳講 媽媽妳知道我在學家 不要再說了 趕快寫 你知道嗎 這時候都不想當慈母了 不要跟我講話 我一點都不想關心妳 對 對 那第二個其實有部分過動這一個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活動量很高 所以其實妳會發現她 就是精力旺盛 可是相對比其他孩子 活動量更高 你要她也坐不住啊 然後爬上爬下這樣的情況 那衝動第三個症狀 衝動其實變成說 她很難等待 比如說呢 老實說知道人回答問題 她馬上舉手 然後直接打出來這樣子 她很難很難等 那另外一部分 有些排隊上面 會有一些問題這樣子 比如說她就沒有辦法等待 但是呢 其實這樣的情況 多多時候 每一個家裡面的孩子 都有一點嘛 那請問一下 如果說沒有辦法等待 包含了在賣場嗎 這個部分賣場 我們覺得是非常挑戰度 很高的地方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賣場 東西太多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講特殊情境 賣場 婚禮 通常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挑戰父母 婚禮 婚禮為什麼 喜宴啊 對 喜宴這個部分 通常是挑戰父母的一個能力 因為會有人來過 她會瘋掉了 對 然後小朋友會跟 好到講舞台上面去 也有可能 對 其實在整間也是啊 對啊 我們關來關去蹦蹦蹦蹦 這樣妳都沒有辦法支持她 真的啊 她會丟一張紙條說 裡面是烏龜嗎 請快點 對 所以 所以剛剛我們這邊 三位他們所說的 他們自我判斷 小孩子的狀況 其實都是對的 儘管寫了三個鐘頭 只有六行之類的 其實都是屬於 好動的狀況 對 因為有一部分 其實要注意 就是一個生理的疾病 所以她嚴重度要夠 所以第一個 她時間要夠長 一般來說 你真的要半年以上 像有些孩子 剛進小學一個月 那個沒有關係 第二個呢 她要在各個場合 不是只有在家裡 可能要在學校 在可能捷運站上 或是在很多地方 你都要呈現這樣的情況 我們才會說 這個疾病的嚴重度 是有到生理的 就是有到嚴重到過動的情形 其實像她那個有一個 很簡易的測試方法 之前那個姿佑說 她兒子也是 就是到家裡寫功課 很奇怪 就是寫N9就寫個幾行 就是寫不完你知道嗎 就是跟你撐 那有時候她純粹就是想跟媽媽 就是只要是媽媽 就是可以LINE的嘛 對不對 所以她就想了一招妙招 她就說她就在聯絡簿上 就說 正好就在聯絡簿上跟老師講說 我們就是寫不完功課 請不要出這麼多 你知道嗎 孩子都想在老師面前 好好表現 她在媽媽面前就要LINE啦 可是她並不想在聯絡簿上被寫說 因為我們的小孩子 功課寫不完 請老師不要出這麼多功課 因為這樣她被寫的時候 馬上每天都寫得完 都很迅速 是喔 因為她並不想被媽媽寫說 我是一個做不完功課的孩子 對 她本來只是想LINE而已 可是她如果聯絡簿這樣寫 很丟臉對不對 對 所以很明顯她並沒有注意力缺錢 她只是想LINE而已 對 了解 不是 可是她的行程原因 我意思是說 她是後天 譬如說 教育的問題 還是基因 還是基因的問題 對 對 非常好的問題 但有一部分她是一個生理的疾病 所以其實她本身的基因 遺傳這個體質 其實佔了很大的部分 大概七八成的情況 那當然就 你說是爸爸可能原本也過動 是這個意思嗎 滿滿有的 對 當然有一部分常見的確實 有時候我們在父母身上 看到有一些這樣的特質 所以其實這個基因 就是佔很大的比例 那大概環境 後天這一部分 還是佔了一部分 比如說可能有些在產前 生產的時候 或者是在媽媽懷孕的時候 抽菸喝酒 這些或者是後天 比如說有一些重金屬 這些東西 可能都會影響到孩子 但主要是因為基因 還是有這個體質 那可以從她的大腦 看到一些什麼端倪嗎 好像有帶來一個圖對不對 對 這邊 那你會看到 奇怪明明是動到不行的孩子 為什麼在 大腦比較安靜 是啊 沒錯 講得非常好 其實有一部分比較安靜 就是變成說它的活動力 比如說它在那個地方 大腦控制注意力 或者是衝動控制這個區域 其實活動力不好 沒有那麼好 功能不是很好 所以有一部分 它該下車的時候不下車 所以變成說很衝動的情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大腦影像學員 其實可以證實說 其實它還是腦部的 一些生理性的疾病 這個影像可以在哪裡做 當然有一部分 其實在很多的醫院可以做 但是要講的就是說 這並不是診斷的標準 它只是提供我們去了解到 大腦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因為呢 ADHD的診斷標準 還是以臨床上面的判斷為主 了解 可是我有碰到一個案例 是一個媽媽帶她小朋友 她說她小朋友就是原本在上課 結果上到一半 大家都好好的 她就衝出去掃地 她就覺得說 外面她剛剛好沒掃地 然後就回來之後 就好像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就自己就是 忽然就衝出去 然後老師就發現這個問題 就在聯絡部上告訴媽媽媽 然後媽媽絕不對勁去做評估 就是了 對 然後後來是有確定 醫生在臨床上是有看到這樣 連這種突然去掃地也可能 就是因為全班都在上課 說要在上數學課 大家都好好的 然後她也不告而別 就衝出去了 就變成說 她想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她衝著地去做 這就是衝動型的 沒錯 不過後果 也不知道這時候在上課 對 不知道 就像你那個右邊的大腦 如果我們想到說 我要去掃地 你右邊大腦會阻止她 所以要在上課下課 待會再去 左邊那個大腦 就是她就想去 就是因為她沒有衝動 阻止她的概念 她就點點就去 那這個如果沒有弄好 的話長大越來越麻煩 比如說 我想要買這間房子 我就買 買到家買了五間房子 三輛車子之類的 非常好 這是成人注意力不足 過動作的症狀 對不對 其實我也有 是不是就是這樣 不是 我以為這個症狀 我也懷疑我的購物狂 應該是這個症狀 少找理由的你 好 不過這個 媽媽們有沒有遇到 譬如說接觸過身邊 有那種過動的孩子的狀況 有有有 因為像我一個小學同學 他其實就是被 已經診斷是過動兒 那所以他爸爸是 每天早上從早自席 直到放學 都是陪著他一起上課的 那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他就突然不知道是 就跟剛才那個醫師講的一樣 他不知道突然要幹嘛 他就想要出去 然後要做什麼 那他爸爸當然是希望安撫他說 你再專心一下下就下課囉 然後他就整個情緒就爆發 然後就開始用頭 一直撞那個桌子 然後就推倒他爸爸 然後就是要出去 然後情緒就是整個失控這樣子 就他完全不能夠做任何的等待 然後之後他就整個就是大爆發 然後我們全班的人都嚇傻了 因為就是覺得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尤其他用頭撞桌子這個動作 這個同學他大概在班上的人員上面 也會受影響 當時有一點點影響 有些小同學會嘲笑他這樣 可是其實因為老師那個時候 會一直跟我們說他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爸爸其實很關心 因為他爸爸幾乎是24小時陪在他身邊 所以他其實他心地都很善良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一直到後面大家大概五六年級 懂事之後就會跟他比較有好的互動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主要是歸功於 他爸爸真的是非常用心在陪伴他 對從七點半這樣子一直到四點五點 然後再帶他去上其他的資源班什麼的課 我覺得這是有很重要的 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 是不過你說到這個偉大的爸爸 我們今天現場邀請到外衣很偉大的爸爸 用心的爸爸 平平爸 你好你好 孩子是有診斷過有過動 確定是過動 確定是過動 對 那在你還不曉得他是過動之前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症狀和行為 其實有幾件事情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們對性別比較沒有印象 也比較沒有分際 所以他遇到小二的時候 遇到女孩子說我要跟你做朋友 他就抱他 一抱他不得了人家以為要先抱他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對於那個顏色 鮮葉的原色特別有興奮感 一次就是看到一個飲水機覺得好好玩 他看到紅色的就把它打開來 熱水 一熱水他也嚇一大跳 因為有煙嘛 就被告到訓導處說他要用熱水去燙傷別人 那種危險行為 對 危險 所以種種的事情讓我覺得說 孩子在行為上有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要解決 那你算觀察蠻細心 不然像昌迷小時候一定也做這個 抱女生 對啊 開熱月 不能做的不能開的就一定要做 所以他用掃把去勾你的裙子 什麼之類的 我們小時候哪敢 我們做情願是長大才做的 對啊 他就是拿著掃把這樣 好好玩 就勾到女孩子的裙子 像剛才有人講說 兩個小時寫兩行 三個小時寫六行 對 這OK啦 這OK 我小孩子是兩個小時寫兩個字 你快瘋了 那遇到大考怎麼辦 考試他能靜的下來唸嗎 不可以啊 第一題不會 我不會 但是你有之後看到 我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怎麼辦 我不會 我不會怎麼辦 是喔 他就會被卡住就對了 就卡住 就四十分就過去 可是之前所有報導說 什麼國小的班級 有一半都是所謂的過動 有這麼多嗎 這樣很恐怖耶 比例這麼高啊 那其實從剛才我們在談這個問題 就有些人說 怎麼好像現在過動的小朋友很多 對啊 其實這其實有時候是一個誤解 是因為以前我們並不知道 有過動這樣的疾病 所以以前我們看到小孩子這樣 都只是覺得 皮 我怎麼生了這個皮蛋對不對 就覺得天生當時 不如把它煎來吃掉 真的蛋對不對 所以以前都只是覺得很皮 那漸漸我們知道 這有些孩子的好動 其實是過動 它是腦部的發展可能有障礙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有這個病 可是當時有一個報紙寫出來之後 那也很誇張 因為寫出來 連我們其他同業都說 這是哪裡怎麼可能這麼嚴重 它就報導說 某個基金會 說高雄有某一間學校 它的某個班級 裡面居然有 將近一半的學生是過動兒 那報告出來以後 大家就說 那台灣是不是過動兒 有被過度診斷 就說對啊 那些事情就叫他去吃藥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是過度診斷 可是如果你去實際看 真正的狀況 第一個 因為我們其實從頭到尾 不知道他是指涉哪一班 是不是根本就是一個支援班 大家就課後去那裡 或者他什麼情形 因為真正你去看實際狀況 反正是被診斷不足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台大他們曾經有調查 他說如果從小一到國三 他這樣還算的話 台灣可能有7%的這些 在救學的小朋友 他應該可能有過動症 可是真正有在吃 在治療的可能只有一萬人 你潛在應該有20萬人 但只有一萬人在治療 所以一個班上可能會有 兩到四個這樣的小孩 可是事實上真正有去治療的 其實很少 家裡家長都認為說 沒有啦 他在逼我們真好 你知道嗎 你剛剛想先提到 一個很嚴重的 他可能就直接說 沒有不少逼我會不會 另外一種形態就是 老師不愛心 不然就是老公就會說 我太太 你到底會不會帶小孩 別人帶小孩 也像你這麼辛苦嗎 這麼晚他沒寫功課 你到底在搞什麼 這常常有家庭結果 以前他都覺得病 所以真正實際情況 是被低估的 不過梁醫師 為什麼比例會不太對 就是說 是父母不願意承認嗎 所以不讓他吃藥 或什麼之類的嗎 我想大概有一部分 其實父母要真的要有勇氣 去掛那個號 我覺得真的是 這是一個門檻 真的是很大的門檻 早期醫院啊 在看這種過動的門擠 其實是很少人去掛 因為他會被灌上說 你小朋友有問題 有病 就跟精神病一樣嘛 大家不願意去看嗎 對 可是現在其實 大家都掛不進去 真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 都會發現自己的小孩 有問題這樣掛不進去 所以其實可能 大概第一個先講 是不是交不好 對 是不是環境的因素這樣子 不然就是 學校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可是其實很多家長 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 然後背了很多的黑鍋這樣 然後發現到 原來其實這是一個 生理性的疾病這樣子 對 那經過診斷 經過治療以後 其實呢 其實療效可以好很多 那診斷的過程 是不是永遠斷不了 不會 對 其實有一部分呢 那個隨著年紀啊 這些大腦會比較成熟這樣子 只是這些孩子 相對比其他孩子晚熟幾年這樣子 那所以呢 有一部分呢 我們希望 他其實用藥不用用那麼久這樣 但是確實要用多久 可能要跟醫師這部分做商量 要討論 因為其實呢 這個部分你行為的改善 然後呢 學習 情緒 人際 這個東西都是需要時間 慢慢慢慢的改善 用藥之前要怎麼樣 確定說他是不是有這樣子 注意力不足 標準的診斷過程 對 要填問卷嗎 還是怎麼樣 我想有一部分我回到說 填問卷 發派訣卷 佛 佛 沒有 都沒有 老師啊 老師 OK 所以一樣喔 它其實還是 臨床上面的判斷為主 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其實呢 有一些生理性的東西 我們可能要做排除 比如說有些孩子 可能有假裝性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問題 可能會像 好 注意力缺陷過動的情況 必要什麼 會做一些檢查這樣子 所以呢 可能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需要做全盤的評估 那還有 注意力缺陷過動 還有可能會合併一些 其他情緒啊 學習的問題 這一部分也都是會 進入評估的當中 那如果 不治療 以後會怎樣 會更嚴重還是自然痊癒 現在來看很多是沒有治療的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好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這樣 大家碰到很多就是這樣的個案 其實在學校很辛苦 那有一部分 想被處罰 想被同學這樣子 所以一樣不治療這一部分 我們很多的孩子 其實慢慢的 他學習上面有影響到 就算能力再不做孩子 三四年級有時候 那個落差就出來了這樣子 另外一部分 孩子很多情緒會受影響 因為一路上的挫折 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另外一部分 人際可能也會影響到 很多孩子被邊緣化了 所以其實慢慢的長大以後 那到青少年 可能問題會更多 有些孩子呢 情緒不好 很低成就感 那他也許會尋求一些 其他方式 像自己心情比較好 那可能有一些人 可能就變得 會用抽菸啦 抽菸啦 家裡幫派啦 行為問題 這其實都是我們覺得 很可惜的 因為這些孩子又非常地好奇 就這個新奇的東西 很有興趣的樣子 那如果一樣自私不理 一直到出社會 長大成人了 他那個還是一樣會 不會改善 其實有一部分呢 還是有一部分 大概50%的孩子 到青少年的時候 還是符合ADHD的診斷 那其實到成人的時候 很多成人還是有症狀 常見的大一可能影響到 在婚姻還有工作 婚姻 對 很多那個 就是變得很衝動啊 常很多的吵架啊 或者是可能在親密婚姻 常換女朋友 或男朋友這樣子 然後呢 助力不急 有時候工作的時候 常遲到 忘了要開會 或者是 東西叫不出來 那形態很多種耶 對啊 那像剛剛瑞君有問到 吃藥要吃多久 所以藥物是很必須的嗎 短是多短 長要吃到多久 還配合一些家長的 那個行為的 對 一般的治療 其實有一部分呢 如果他這些孩子 需要藥物治療的話 其實呢 就是藥物合併行為 治療效果最好 第二個呢 其實藥物治療效果也很好 然後第三個 才是行為治療這樣子 那這行為治療 不是單純的去上 什麼心理治療 或者什麼沒有 它其實還包含了 很多父母管教的 一些技巧改變這樣子 然後很多環境上面的調控 然後有一部分 也需要增加很多的運動 這個很多環節的地方這樣子 那這一次藥物治療 大概時間要夠長 但是會因為 每一個孩子不一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做半年 再做一次評估 跟家長討論說 是不是有繼續用藥的一個需求 這樣子 那平爸 那你孩子那時候是 藥物還是行為都有治療 各佔百分之五十 藥物五十 行為百分之五十 那個行為治療是 你家長去學怎麼樣去教養 對 學會了然後來教 是 教養你的孩子 你舉一個例 學什麼 父母要 我想教一般小孩 也需要這些技巧 對 學什麼 沒有你要接納我們小孩子 有些行為是可以原諒的 你就 不要去 不要太care 不然你會瘋了 指責他 為什麼也會影響親子關係 對 那如果遇到他又過動起來了 又在那邊弄弄東西了 過動一下 過動他 這怎麼辦 那個我們就要跟他講 就會跟他講 這個是不可以 跟他用聊天方式 你比如說 你叫他不要跑 好了 不要跑 他不會聽到 不會聽到不要跑 他就跑 你就要跟他講說 用走的 你要給他正面的建議就對了 抱女孩子就是 那也不能用正面的 你不會說抱男生啊 這樣說 對啊 你可以說 用打張開山 沒有 他說 你要跟他講說 女孩子不希望人家抱 你要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 那時候他已經有治療 他就聽得進去 要教他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 從表達吧 對 了解 學了一些技巧 不過有一些人還是會擔心 吃藥是不是難點會有一些副作用 好 其實藥物副作用 其實有一部分 大家每個藥物都有可能有副作用 但是其實這些中術神經活化劑的藥物 大概都是還好 然後可以做處理的這樣子 常見的一個副作用大概就是 胃口可能會下架 好 那或者是影響到睡眠 那常影響到就是中午那個時候睡不著 這樣的情形 那藥物的一些副作用常出現 就是在早期用藥的情形這樣子 但是晚上在家的睡覺是正常的 對 其實藥效有一部分過了 其實這個就不會影響到了這樣子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會過這個 要看 有一些短效型大概就四小時 那長效型十二小時 所以早上七點吃的話 大概晚上七點大概藥需要就沒了 這樣子 一次 對 就要看藥的一個性質 可是小孩也正在發育 影響食慾這個部分會不會有什麼 對 大概有一部分 有些孩子不會游 我們有些門診那個一百八 一百公斤的這樣子 所以還是因人而異 但是如果說真的影響到食物 第一個可能我會在藥物上面做調整 第二個的話其實有一部分就是吃得好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早餐吃多一點 晚餐吃多一點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就是變成一天的總量營養困困 對 要算 要幫它算熱量 沒錯 那平一爸 你孩子那時候吃藥有沒有發生 比如說體重改變或什麼之類的 有 發生非常嚴重 怎麼說 它本來是 小二是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五公分 對 三十六公斤 很標準啊 對啊 尤其是胖胖的 開始吃藥以後 就一路掉 一年掉了 十一公斤 變成二十 二十六 其實我有過動性 你誰 真的 幹嘛還想減重 八二五 你離題囉 運動 他瘦了十一公斤是他吃不下 他真的吃不下 我平平 爸爸那個有一部分聽起來 平平是對副作用比較敏感的 一般來說掉的比較多 一般來說可能我們在門診還好 還可以沒有那麼嚴重 那可是後來其實後來吃藥 後續就沒有類似的副作用在自己 因為我們有跟醫生討論過 一年後他就慢慢回來了 那時候我們是要他 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對 不是在於他的身材方面 了解 那現在孩子多大 現在孩子是國三了 然後大概治療多久OK 現在還在吃藥 現在還在吃藥 醫生有說要吃多久嗎 看他最好是讓他自己 該吃藥的時候吃藥 不該吃藥的時候就不用吃藥 這樣 那有人說如果過動的小孩 其實是很聰明的你知道 那你的孩子 我孩子功課不太好 以前功課不太好 可是後來就是 鑑定以後發現他的 智商是126 不錯喔 不錯喔 可是他就是很容易有一些 天馬行空的想法 而且尤其是對創意方面 是很OK 那很好喔 他反而有創意啊 對他是 那他有落實嗎 有有有有 他在目前目前已經申請了 四張的國家專利 哇 哇 哇 你下班本就靠他咧 還好 一個專利耶 你準備接棒給他了 他賺就好啦 那很厲害啊 是 其實經過治療以後 我覺得就是 我們很多的孩子 那在過動或衝動的問題 已經減少很多 讓他原本的能力 是有機會發揮的 對 我們很多孩子很有創意 很聰明這樣的情況 對 可是過去常常 就是受症狀影響 其實變成說很痛苦很難過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父母的配合真的蠻重要 包括一些飲食啊 營養方面 是不是營養師有什麼樣的建議 對 因為現在其實爸爸媽媽都已經 都會到門診來看了 然後看完醫生門診的時候 我們營養這邊也會照顧他 因為他體重有時候會掉下來 他會擔心 所以通常都會來照顧我們營養師 那通常對於這個ADHD這個病患 這個小朋友的症狀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能會給他的是說 飲食上面來講 比如說 咖啡因的東西要避開 那爸爸媽媽 對 但是爸爸媽媽會說 我又沒給他喝咖啡 又沒給他喝茶 但是呢 其實呢 比如說像巧克力裡面也會有 對 那甚至於呢 我遇到一個案例是說 他給他那個所謂的一個 沖泡頂的B群的那個保健食品 那後來我發現 他給他的每天給他的這個 因為他說 聽說吃B群可以比較穩定 穩定 神經 對 然後可以讓他不會那麼衝動 後來他拿給我看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裡面也有咖啡因的成分 對 所以其實 B群有咖啡因喔 有啊 有的B群有咖啡因 會讓你就是提高你的一個精神 那是成人在吃的 可是他覺得小朋友他給他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發現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在美國的一個國家衛生研究所 他其實有宣稱說 如果針對這一類的一個小朋友 這樣症狀的小朋友 如果你給他是屬於 比如說你給他常常接觸到 比如說防腐劑 裡面有一個叫做 本甲酸或本甲酸鹽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 安息香酸這個部分 那它就容易引起可能 比如說它不是讓它更嚴重 只是說我們會希望把它避開 還有所謂色素的部分 它是所謂的ADHD的一個誘因 就是一個誘因 不是說你吃了這些 就會有這樣子過動 可是你今天如果已經有過動 機力不集中的話 我們在飲食上 我們會建議他減少這些 那這些會在哪邊 小朋友喜歡吃的果乾 小朋友喜歡吃那種水果果乾裡面 那甚至於冰品裡面 冰品 小朋友冰品裡面也會有 色素 然後色素是顏色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他也是屬於這樣的症狀確診 然後他有一次在家裡 他很喜歡開那個冰箱的門 開冰箱的門 然後他們家是那種小冰箱 然後他小冰箱的上面 不是會結霜嗎 對 然後他跟品品爸爸 他們家小朋友一樣 他對顏色也特別喜歡 然後他們有一個 紅色的冰棒放在那邊 然後那個小朋友 就是一直開一直開 覺得很開心 然後到最後 他不是把那個冰棒拿起來吃 他是用他的嘴巴去 要舔那個 舔 對 後來他舌頭 就去黏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哀哀叫 然後後來 就拔下來之後 他的舌頭是要縫的 他不懂那怎麼拔 我天啊 就問我 我小時候黏過 你看 我就說 就是你 你看你小時候這件事 一定是 後來是聊來得及嗎 後來是 任何時候都來得及 這樣子 不是 因為我們家窮 他沒看過雪 我們家都 冰箱有霜 就把他當雪照在這邊 就黏住 沒有 你不能這樣拔 不能硬拔 不行... 你要用水 然後下去 讓他稍微慢慢揉 然後再慢慢用那個湯匙 你不能用刀子給我 然後看到舌頭 慢慢吐... 然後就下來 我有經驗 至少年三次才有這種經驗 是... 所以就是飲食方面 還有要注意的嗎 差不多了 其實大部分來講 是那個香精 最近開始在講的 食品裡面的香精 然後色素 然後再來就是 精緻的糖 不管你給它比如說 像是砂糖 白糖 甚至於主菜的冰糖 其實我們都不太建議 因為小朋友其實他的一個糖的量 糖的量也沒有像我們成人這麼的多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 我們曾經在門診 我請媽媽回去做飲食紀錄 發現如果它是這種屬於過冬 又記憶力不集中的 回來就是一個禮拜之後的飲食紀錄 發現其實他吃到這些精緻糖 還有所謂的一些零食色素的比例 其實還滿高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雖然說不是主因 但是它是一個誘因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把它避開會比較好 那如果孩子他是好動的 有可能會變成過動嗎 當然有一部分其實 後動和過動有時候 嚴重度的差別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家長你們真的覺得 有一些疑問或是什麼的話 我們其實會建議 大概花個十週的時間 做一些之前所提到的調整 第一個環境上面的調整 父母教養上面的調整這樣子 那當然其實飲食上面 也做一些調整 然後多跟學校老師做溝通和聯絡 那這一部分其實你都很努力去做了 十週以後還是發現到 依然如故這樣子 那其實呢 就會經營 因為他其實有一部分 也許就需要做藥物治療這樣子 所以要努力積極一點 瑞君 我們來問一下 是什麼可以反而提高專注力 有可能嗎 是 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小朋友本來就是比較 是活潑的嘛 我們沒有一定要他近在那邊 但是其實我發現 就是有一些研究發現 在這個ABHD這個小朋友的裡面 他可能他的 所以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是魚 就是說他的那個蛋白質來源裡面 我們會建議他吃的是 比如說秋刀魚啦 小的青魚啦 或者是花菲四波這一種 小型的 他可以補充Omega 3的脂肪酸 那另外他這一群的小朋友 可能在過動的話 其實應該給他比如說像 那鮮的話 一般的一箱帶殼的海鮮裡面有 對 那美以綠色的蔬菜來講 所以你不要再吃保健食品的那個 蔥泡丁給小朋友 因為在綠色的蔬菜裡面 就有很多的維生素B群 你小朋友可能就會比較 穩定一點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鐵 像小朋友如果說你是屬於體重 比如說他體重會掉下來的 其實我們會評估 他的蛋白質的量夠不夠 所以其實他的魚肉啊 或是一般的豬肉啊 牛肉的瘦肉 其實都可以給他的 所以那如果說真的食慾不好的話 我們不是在單一餐給他很大量 我們是給他有點像是 少量多餐的方式介入 了解 你剛剛說的是針對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還是一般好動的小孩也是 其實這個都可以用 試用在這個裡面 那其實通常我們都是 他來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他的身高體重 跟他的檢查 我們會做一個評估 再給他個人的一個熱量 然後再教媽媽給他 自備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肅清的角度咧 這個孩子專注力這個的 區隔跟定義 你有不同的看法嗎 我覺得喔 因為有時候 就像我們現在寫稿一樣 我們寫稿現在都規定 我們不能寫超過太多字嘛 因為他說現在的人專注力 都沒有辦法那麼長了 你寫到兩千字 就算是我們正常人 也看不下去 一樣你要因材施角 而且你不要太過苛責 想說這個孩子怎麼坐不住 有時候因為你要求太多 對 根據人家寫的書在講說 其實每個人不同的年紀 他可以專心的時間 是不一樣長的 對 比如說呢 如果兩歲他大概可以專注的時間 平均是七分鐘左右 到了三歲可以提高到九分鐘 對 四歲到十二分鐘 五到七歲才可以到十五分鐘 八歲以上就二十分鐘以上 所以你的小孩子本來 如果你讓他坐半個鐘頭 他坐不住是應該的啊 對 拜託喔 因為就像我們 你叫我看 為什麼要廣告時間 因為如果一直不廣告我們 你失會累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 你要看他的時間點 如果他是超過 他明顯一分鐘都坐不住 或者他像那種兩個小時寫兩個字 那才是明顯的 注意力專注不足或坐不住 那如果他差不多就是 十分鐘就開始扭屁股 合理啊 對 所以要看一看 如果說你的孩子是遠超過這個 就是已經是八歲了 可是他七分鐘就說 媽 我要上廁所 媽 我要吃東西 媽 我的那個剪刀在哪裡 那是你明天的事 類似這樣子的話 你才要開始考慮 他是不是真的有點太不專心 所以佳姐 你讓你孩子三個鐘頭寫六行對不對 對 這過程當中都一直坐在那邊嗎 你沒有讓他休息 然後就是他其實屁股會想要移開 就是不要坐在椅子上 可是我就是一直跟他講說 你就是寫完才可以走 就是貼雙面膠 對 可是反而應該要讓他移開一下吧 對 其實我們會比較建議分段的學習 假設他的注意力只有十五分鐘 你可能就要從十五分鐘開始訓練 所以你需要把他的功課做分段這樣 讓他覺得 好 我再努力一下 在這個地方高一段落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這樣子 對 這個算不算家長過度關切 導致孩子的注意力不夠 對 其實有一部分我們提到說 那個家長的管教技巧這一部分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這常常是衝突最大的一部分 很多家長很努力教 可是可能方法是要做改變這樣子 所以會變建議家長做改變 其實孩子輕鬆 家長也輕鬆 還有有一部分真的不要一直擦 這個有一部分孩子會很挫折 然後中間其實注意力就被打斷了這樣子 那我已經陪他寫三個小時 我中間讓他再休息十五分鐘 我們可能要寫到半夜 所以另外一部分可能就要用 你不擦他的字 你要自己擦眼淚 你會擦一樣就對了 對 就需要用一些行為技巧的技術 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很多這個過動 好動以及父母 我們在角色扮演上 心態上的靶子上面應該怎麼看 那最後營養師幫我們來總結一下 如果說要讓孩子 建立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 讓他不僅不會過動 然後專注力十足 可以乖乖地把作業都完成 這題目好大 好難喔 用不過動還能提升專注力 不好意思 老師這對父母的氣球 我們是講了九牛一毛喔 對 而且功課表現還很好 他人際關係又好 老師又誇獎他 來 要吃什麼呢 功典還要很好吃喔 因為我們的小孩子 每次都很專心 你一吃就要跑去玩了 壓力好好講 你要去哪裡啊 你要回家啦 怎麼做 我跟你講 通常我第一個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是過動的話 該治療的還是要治療 用藥的情況之下 有的人是說他用 他不想用藥他用飲食治療 但是飲食是補助藥物的一個使用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小朋友還是著重在所謂的 均衡的一個飲食 所以你的一天裡面 是不是有六大類食物有吃到 六大類食物 是不是有喝到牛奶 是不是有吃到顴骨類的東西 就是澱粉的東西 豆魚肉蛋類的 有沒有吃到油脂 有沒有蔬菜 有沒有水果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評估的重點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六大類 其實我們一評估下來 大概有小朋友可能 只有吃到三大類而已 他可能就吃肉啊 然後吃飯啊 然後其他也都不吃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評估的重點 對 第二個就是說盡量 真的不要給小朋友吃太多的 是屬於顏色很漂亮的 像你剛剛那個 比如說你給他寫字 你不要誘音給他的獎品是糖果 或者是說給他一些零食 比如說你寫完 我給你什麼零食或糖果 那這個就是不對的 所以基本上 飲食的均衡是很重要 最後一個提醒就是說 其實在國外研究發現 如果真的是屬於 記憶力不集中又過度的 其實它要減少的是 反式脂肪酸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一些 零食餅乾裡面 它有反式脂肪酸的 那其實它也會去影響 然後還有所謂的可能鹽 過多的鹽跟過多的糖 這個都會去影響到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去幫他 估一下他的頻率 就是這些東西的頻率 要把它下降 好 所以呢 最近我們好像發現 這個過動的比例 似乎有一點 越來越高的狀況 對 所以當然要請父母親 當然首先你要正視 自己孩子的狀況 不要永遠的 就像豬鳥的心態 不可能 不會 我不要去醫院 用這個心態來看待孩子 有時候反而你會壓抑他 讓他造成更可憐的處境 全家一起來改變對不對 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